秦始皇嬴政,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大一统的人,也是第一个打破旧时代规则的人。 实际上,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,仍然存在很多的麻烦。 比如,北部边境地区的匈奴频繁地侵扰,这些游牧民族破坏了中原地区来之不易的安定,对日后秦朝的繁荣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。 于是他不惜劳民伤财,修筑了万里长城,使匈奴无法再踏入中原一步。 可惜的是,古人的寿命很短,能活到四十岁的年龄已经属于高寿了。 此时的秦始皇已经四十多岁,而且由于他为了国事担经节律,日夜操劳,已经有过老死的征兆。 但秦始皇还有雄心壮志,还有夙愿没有达成,他不甘心就这么死去。 于是他开始广招天下方式,开始求取长生不老之仙药。 在公元前212年,也就是秦始皇35年,因受不了某些方式的满嘴谎言欺骗,甚至暗地里诽谤他,说他坏话。 于是,嬴政在李斯的建议下,整整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个为他求仙的方式。 这导致了其他方式们惶惶不得终日,生怕被使皇帝即刻诛杀。 在两年之后,也就是秦始皇37年,秦始皇第五次寻行齐帝的狼牙骏,妄图再次求取长生不老之仙药。 在齐帝狼牙骏,秦始皇找来了著名的方式徐福,并询问他寻找仙药的进度。 因为早在九年前,也就是秦始皇28年,徐福便已经得到了秦始皇的宠信。 他每年都会率领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,目的只为寻找到传说中的蓬莱仙山。 可是,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仙人,所谓的蓬莱仙山,实际上只是被叫做海市渗楼的一种自然现象。 因此,徐福在这长达九年的时间里,无论再怎么努力寻找,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 当皇帝九年之后再次来到狼牙,并问起他求仙的进度时,徐福自然是吓得浑身冒汗。 不过作为一个职业骗子,虽然内心十分惶恐不安。 但徐福还是阵阵有词,淡定自若地对秦始皇说道,蓬莱要可得,然常为大骄于所苦,顾不得志。 缘请善舍宇居,剑则以连弩射之。 简单翻译过来,意思就是,想得到蓬莱仙药并不难,但是我们的船总是被大骄于所阻碍,因此到不了仙山。 因此,我希望能够与善舍之人一起出航,用连弩将大骄于射死。 对于徐福的此番说法,秦始皇竟然信以为真。 就在当天夜里,秦始皇就做了一个梦,他梦到自己与海神进行激烈的搏斗。 就在第二天,秦始皇就赶紧找来了一个博士为自己解梦。 博士当时便解释道,水神不可见,以大骄于蛟龙为后。 金上岛瓷被紧,而由此恶神,当除去,而善神可至。 博士这番话的意思便是,水神是很难见到的,因为他们常常以大鱼,蛟龙作为斥后。 如今,陛下对海神的祭祀如此虔诚,此神仍然从中作梗,所以应属于恶神。 只要除掉这个恶神,自然就可以找到善神了。 秦始皇将徐福与博士的话仔细地一做对比,内心更加坚信徐福的说法。 原来自己求不得先要,正是因为有海神的阻碍。 因此他立刻命令属下征集大船,以及携带大量足以射杀大鱼的连弩,秦始皇要亲自会一会这个神秘的海神。 就在第二天,秦始皇便乘着大船出海,自狼崖北至戎城山,可是一条大鱼也没遇见。 然后到了知福山,也就是金山东省烟台市北部知福区北部的海面,秦始皇终于看到了一条像山一样巨大的大鱼。 可是,秦始皇毫不胆怯,亲自使用连弩将大鱼射杀。 在此之后,秦始皇一行在海西县,也就是金江苏灌南县返航登陆。 虽然秦始皇射杀了偶遇的大鱼,但仙药依然还是求不到。 虽幅为了避免被诛杀,趁机向秦始皇索取了三千个童男童女,并且再上百宫以及谷种,然后乘船东渡而去。 虽幅从此杳无音讯再也没有回来。 在此之后的上千年时间里,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虽幅到底去了哪里的传说。 最热门的说法就是,虽幅最终登陆了日本岛,在当地化地称王。 甚至有学者认为,徐福登陆日本建国,成为了第一个天皇,也就是神武天皇众田玄。 关于徐福到底是不是登陆了日本,甚至成为了日本第一个天皇,这不是本期讨论的重点。 下面重点分析一下,秦始皇当年亲自射杀的大鱼到底是什么生物。 其实根据部分学者的分析,秦始皇当年射杀的大鱼应该是一条大鲨鱼。 但是根据宋代文献《太平预览》的记载,该大鱼死后高流久寝,可是鲨鱼似乎并没有这么多的脂肪。 还有学者认为,秦始皇其实射杀的是一条蛟龙,但是这更加离谱。 因为蛟龙完全是古人想象中的生物,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。 因此,更有学者们断言,秦始皇射杀的大鱼应该是一条鲸鱼。 正如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写道,吕一文投鼠,谁其敢射鲸? 这个时候,有朋友可能会产生新的疑问,鲸鱼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,体重动不动高达几十吨? 古人具体是如何射杀体型庞大的鲸鱼的呢? 其实,根据相关考古资料的记载,早在商朝时期,就有鲸鱼骨头被发现。 根据《权威谷生物质安阳阴虚之哺乳动物群》中的记载,阴虚哺乳动物骨骼发现有。 鲸鱼类若干大脊椎骨及四肢骨,但均保存破碎,不能详为鉴定。 但鲸类遗存,之鉴于阴虚中,乃确切证明安阳动物群之复杂性。 有一部,戏人公斑月儿来也。 也就是说,早在商朝时期,中原古人就已经掌握了捕猎鲸鱼的技术。 而且从东周战国到秦汉时期,大型床弩已经研制成功。 这种巨弩一般用于攻城作战,可以用来摧毁大型目标。 如果将它搬到海上,这种巨弩便成为射杀鲸鱼最好的武器。 而且在工匠们的改进之下,这种巨弩甚至可以连续发射。 其实完全可以说,这种巨弩正是近代补经炮的雏形。 在古代社会,鲸鱼被认为浑身是宝。 因为它们的肉可以吃,鲸鱼骨可以做成装饰品, 而它们的脂肪更是上好的燃料。 在北魏地理名著《水晶柱》,《渭水下中记载道》, 在秦始皇陵中,曾有一种可以燃烧很久的长明灯。 以人鱼膏为灯竹,取其不灭者久之。 这里描述的所谓人鱼膏,其实就指的是鲸鱼的脂肪。 鲸鱼的脂肪不仅烧得久,而且无色无味, 远胜于柴火以及煤油,因此价格也是十分的昂贵。 可是取鲸鱼脂肪作为照明燃料, 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,可能始自明代。 在湛江鲸鱼史话中有说, 自明朝起,雷州府的补鲸已远近闻名。 鲸鱼脂肪非常丰富,厚达十几至几十公分。 渔民很早已会用鲸汁制油, 作为鱼业食物税,向朝廷进贡。 古时没有没有,用鲸油点灯照明, 无烟无锈耐用,是宫廷最受欢迎的贡品。 根据相关记载在公元1391年, 也就是明洪武24年, 雷州府进贡的鲸油, 就有3184室斤28室两四室钱, 首推穗西进贡最多。 从明朝中期再到清朝, 广东沿海的补鲸业进入了鼎盛时期。 每天都有数百余艘补鲸船游易于海上, 因为鲸鱼补捞量大大增加, 所以鲸鱼油也由此进入了普通百姓家。 就如同清朝学者刘四婉所云, 到处经高润,谁家腊肋悬, 霸书烟地主曾进汉宫烟。 综上所述, 在进行了科学理性的分析后, 可得出的靠谱结论就是, 秦始皇当年所射杀的大鱼, 应该就是一条大鲸鱼, 而且这条大鲸鱼在死后, 它的脂肪或许直接成为了秦始皇陵中长明灯的燃料。 只是如果想要验证这个结论, 只能等到正式开挖秦始皇陵的那一天了。 若真到了那一天, 所有真相皆将大白。